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09年 给的材料就是什么呢 就是孔子的历史观 孔子认为哪朝最好啊 西州 所以他向往恢复周朝的这种礼乐文明 对吧 所以孔子说 欲护文哉五从周 所以他这个喜欢周朝 那么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儒家呀 儒家在这个古跟金的问题上 这个他是主张学什么的呢 学什么什么时代呢 不是 就说这个儒家对于这个古代和今天 他更强调的是吸取古代的这个经验 是吧 这个这个统治的这种这种技术 是吧 统治的这种技术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在治理国家的思想上 儒家是法先王 儒家是法先王 就是儒家认为什么什么这个 就是说这个统治方法比较好 什么时候的统治方法比较好 就前代的 对吧 前代的这个统治方法比较好 那所以呢 他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主张 那这样的一种思想主张 认为古代比今天要要好 对吧 所以我们讲这个儒家只要一说 儒家只要一说这个贤君 就是姚舜与汤文武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思想主张 或者讲这样的一种历史观 对于这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就是说他的爱 就是说他阻碍什么东西最关键的是 没到那份啊 没到那份啊 是吧 你比如说唐朝什么的 或者说什么明朝的 元朝的 他阻碍什么东西 两个字 他能阻碍什么东西 他对于以前的东西都是无条件的这种支持啊 或者说这种坚决的这种维护啊 那他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他会阻碍什么东西 两个字 民主 扛朝什么民主啊 创新 对吧 创新 或者讲的就是变革 对吧 或者讲就是变革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下来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是吧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 呃 大家如果 如果天坛去吧 天坛的那个那个 就皇上祭天之前 不都要 把斋沐浴吗 是吧 就他那个斋公 斋公皇帝的宝座后边 一行大字 就一块匾 敬天 法祖 皇上效法的是谁 祖宗 是吧 所以中国就基本上 形成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概念 就是祖宗之法 不可变 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者 往往都要付出 写的代价 对吧 然后这改革还都 成功的多 失败的多 失败的多 夭折的多 是吧 改革还是夭折的多 因此这个 呃 这个这个儒家的这种历史 观很显然是不利于 这个中国社会 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明白这意思吗 哎 就你们听我讲啊 刚才我跟大家说过了 是吧 我昨天那堂课 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这个 呃 历史的高考 看穿了就是一个情境 记得我说这话吗 情境 所以我问你 历史观如何如何 你别犯傻 明白这意思吗 孔子的历史观 怎么着怎么着 你别犯傻 哪讲过孔子的历史观啊 这就是 明白这个意思吗 啊 这就是 对吧 就是他法 先王 那一切以这个 祖宗之法 为这个 为这个 这个 这个 为根本 那一切以祖宗之法 为根本 是吧 好啊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 孔圣人的 这个 政治思想 那下面就是他的教育思想 孔圣人的教育思想 手创 手创思学 有教无类 手创思学 以前办学都是什么人啊 官府 只有什么人可以入学啊 贵族子弟 只有贵族子弟 孔圣人 手创思学 主张 有教无类 什么人 孔子都会教 什么人 孔子都教的会 孔子一生 三千弟子 是吧 你不能跟今天比 是吧 今天像咱们这种 班级教学 是吧 这一屋就一百多个 是吧 一屋一百多个 是吧 一年换好几波 是吧 所以我现在三千弟子 都超过孔子了 是吧 可惜没有七十二贤人 我都不算 甭说 甭说这个 是吧 学生里面是吧 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这七十二贤人里面呢 这个又有两位圣人 是吧 有两位圣人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盐回 盐回和增申 是吧 增子 盐子 两位圣人 是吧 然后十二位贤者 十一位贤者 是吧 那么就说这个 孔圣人他一生 教了这么多学生 三千多 三千弟子 年龄最大的 只比他小六岁 那就是他哥们 相当于 是吧 哎 年龄最小的 比他孙子都小 那你说圣人 这一辈子 从爷爷教到孙子 他能用一种 教育方法吗 不能 所以他的教育方法 就典型的 因材实教 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 这叫素质教育 对吧 孔圣人搞的 绝对是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的教育 都是素质教育 对吧 你这种班级教学 这个15世纪 捷克的 夸美纽斯 发明的 这是从西方来的 应试教育 从西方来的 对吧 西方来的 对吧 那你现在 你又又又说 又跟西方学 又又学回来 我们又搞素质教育 又不搞应试了 不可能 不要信他这一套 对吧 像咱们中国 这种东方的 讲授式为主的 这种学习 你必然考试 是你永远 第一位的任务 除非你搞的 搞到什么 就是 你不光中国 韩国 是吧 这个 这个 日本 是吧 台湾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大概中华文化圈 全是这样 台湾的学生 比我们苦多了 比我们苦多了 每天八节课 一节五十分钟 下的课就要去补习班 是吧 咱们一般都周六日 上补习班 对吧 他们下的课就要去 他们的高中 是不管高考的 是吧 不管高考的 就是高中 你会考毕了业就完了 你要想高考 就外边报班去 是吧 这孩子 上午在台北上课 下午就笨高雄了 是吧 笨高雄了 台湾反正一共也没多大 就笨高雄了 因为高雄有物理名师 是吧 人家在高雄讲课 他就笨高雄了 你这好歹都在北京 是吧 台北到高雄 坐捷运 这两个多小时 是吧 所以他这个 比咱们苦 就是中东方式的 这种讲授教学 是吧 都按一个模式加工 都按一个模式加工 是吧 所以这个并不是 中国古代的教学的传统 更不是中国的 这个圣贤教育的 这种传统 其实中国的 这个所谓搞素质教育 很简单 恢复中国古代 圣贤教育的 本来面目 这问题就达到了 你为什么要 他都要做 都要做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家 那个家呀 对不对 中国现在最富裕的 就是家 对吧 最富裕的就是家 当然最富裕的是星 是吧 歌星影星 这个太盛产了 是吧 太盛产了 家也不少 不缺科学家 是吧 缺的是高素质的 这个一线操作的人才 是吧 比如本科毕业的工人 大专毕业的农民 中国缺的热 你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 你永远上不去 是吧 你永远上不去 你在瑞典 你想当农民 你必须得农学院毕业 是吧 你想人家一亩地产多少斤 你的一亩地产多少斤 人家梨迈多少斤 你的梨迈多少斤 对吧 那你说老师 你怎么不去种地去 我也不是说你念四年大学 我让你种地去 不是那意思 是吧 但是就真的是 一线操作的人才 更重要 所以孔圣人 他为什么是一个圣人 是吧 为什么是一个圣人 你看他的政治思想 是吧 他的哲学思想 他的教育思想 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 这个人太伟大了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他们家 你看见没有 子孙相传 心火不绝 到现在已经七八十代了 七八十代 而且代代都是这个 就是从汉朝以后吧 基本上代代都是 一品大元 是吧 金玉满堂 那就说明这个人福报非常大 是吧 福报非常大 所以这个夫子啊 在古代被尊为大成 至圣先师 大成 至圣先师 大成至圣 大成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 集某某某之 大成 至圣 是什么意思 顶头了 没有一个人比他还圣了 没有一个人比他还圣了 所以大成 至圣先师 孔夫子 他的生日才是中国的圣诞节 每年的九月二十八号 每年的九月二十八号 十二月二十五号 不应该翻译成圣诞节 港台翻译的好 耶旦节 是吧 你又不是基督徒 你也不把他看作是圣人 他可能也是个圣人 但毕竟我们不是基督徒 是吧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过生日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 每年到九月二十八号 应该隆重的纪念我们的圣人 没有他 就没有中华民族 是吧 中国人五千多年 我们讲了 没有灭亡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明 你说古巴比伦人 是被人杀光了吗 古埃及人 是被人杀光了吗 古印度人 是被人杀光了吗 那这人都哪去了 他的文明怎么样 灭绝了 他的语言没了 他的文字没了 就是有这个人种 也没用了 是吧 咱们都中国人 都说英语了 全都不会说汉语了 那你还能叫中国人吗 对不对 你就不是中国人了 你这个人种就没有了 那就没有了 就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上讲 我们非常感谢 孔圣人 创造了这种伟大的文明 使我们这个民族 能够到现在 这个这个 发展下来 是吧 发展下来 尤其你们在座的诸位 都号称是学文科的 是吧 这个这个 当然你们可能将来 学的更多 都是那种 比较新潮的文科 是吧 我也不会奉劝你们 学文史哲 是吧 文史哲 没法找工作 对吧 没法找工作 但是你最起码 应该有一点爱好 你甭管你是搞什么 对文史哲有一点爱好 你也不辜负你是学文的 对吧 你把圣贤的这些个东西 能够继承下来 是吧 你能够继承下来 是吧 你看那个很多 中国的孩子出国 很痛苦 就在于 对所在国文化 一无所知 对吧 西班牙首都在哪 不知道 西班牙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就知道西班牙有个斗牛 就来了 对所在国文化 一无所知 对本国文化 也一无所知 那你说你很痛苦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 故宫没去过 没去过 去那儿吗 没听说过 北京还有故宫呢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我就知道新东安 那儿老广 塞特 这我知道 故宫没听说过 你这玩意儿 出了国 你想 你想 所以这个孔圣人 这个大家要知道 知道这是一个 他的思想非常重要 也特别爱考 也特别爱考 那么这个孔圣人 是开创了儒家 儒家学说 是吧 儒家学说 那么这个圣人之后 到了战国时代 不仅仅是一个儒家 开始了百家 争鸣 有好事者真统计了一下 说真有九十九家 说没有一百家 有九十九家 然后一块跟那儿教唤 争鸣 那么这个 教唤的最凶的是四家 儒墨道法 另外就多了去了 什么阴阳家 兵家 农家 杂家 还有杂家 杂家 杂家就不知道 他到底信什么 杂家 那么这个 为什么在战国时代 会出现百家争鸣的 这么一个局面呢 是因为这样的 是因为这样的 是吧 第一个呢 就是 从学在官府 发展到了学在民间 这是第一个条件 百家争鸣嘛 从学在官府 发展到了学在民间 老百姓 有能掌握什么了 知识了 老百姓能掌握知识了 能够打破这个官府 对教育的这种垄断 否则的话 老百姓不能 就都不知道叫唤啥 怎么叫唤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 这个学术的这种下仪 为民间 开展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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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争鸣 这是奠定基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 是 受重用 是开始受重用 中国古代 这个 人分四等 哪四等啊 士农 工商 是吧 士居四民 之首 但原来他们地位不高 为什么原来他们地位不高啊 不是 就原来他们地位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呀 大家想原来这个士能当官吗 不能当官 不能当官 只有什么人可以当官 贵族 士席 所以士的地位自然就怎样啊 就低啊 那么现在为什么士的地位越来越高 对啊 因为士可以当官了 就什么制度被打破了 士清士路制度被打破了 对吧 然后这个 或者是按军功受决 或者就是这个 选贤 与能 对吧 所以士的地位逐渐升高 明白这意思吗 他这个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你这个知识分子越受重视 知识分子讲的话 分量才怎么样 才重 你哥原来的话 你说点什么 臭老酒 振压了你 完了 现在说什么 最少有人听了 最少有人听了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 士越来越受重视 这两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要想到春秋战国 尤其战国是一个什么时期 乱 大变革的时代 所以怎么变 大变还是小变 到底怎么变 这个不同的学派 对于这个变革有不同的主张 然后都希望统治者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他们是争鸣嘛 为什么争鸣呢 干嘛都跟那叫话 比谁是嗓门大 希望能够被统治者听到 所以我们讲了 这个时候最主要的学术 这个就是四家 儒墨道法 儒墨道法 我们首先来看儒家 儒家 儒家是两位这个著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和荀子 孟子 大家看到了 孟子被称为亚圣 亚圣 他是孔子的孙子 子私子的学生 所以要按辈分 他是孔子的曾孙辈 但是他等于是被看作是孔子最好的传人 洪阳儒学 洪阳光大 所以今天儒学又叫做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 这俩什么关系呢 祖爷爷跟曾孙的关系 不是同时代的人 不是同时代的人 所以孟子他主张实行仁政 那这是他第一个思想 人政 第二一个思想呢 就是民贵均轻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均为轻 那这个思想就是含有这个 就所谓民本思想嘛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孟子的民本跟西方的民主 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那可不是一回事 民主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 把人民和权力两个词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词汇 是吧 民主民主 顾名思义 就谁做主啊 人民做主 主权在民 是吧 孟子的民本 仍然是主权在谁 在君 只不过就说这个 哎 这个孟子讲啊 说这个 哎 你要重视老百姓 是吧 他说这个君是臣 如手足 则臣是君 如腐心 是吧 你要把你的臣子啊 看成胳膊腿 他就把你看成心肝肺 对吧 把你看成心肝宝贝 是吧 你这个 君是臣如手足 臣是君如腐心 是吧 如果这个君是臣如路人 是吧 这个你要把这个你的大臣就看作就是大马路上一步相干的人 是吧 你根本不认识他 那如路人 这个臣是君呢 忘了什么了 第三句呢 就是说如果君是臣如草芥 你把它看成那个草籽 是吧 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么臣是君如叩仇 那他就把你看成是敌人了 是吧 弄死你了 就想办法推翻你了 是吧 所以这还是那个意思 就是爱是相互的 对吧 你要互相爱嘛 是吧 这个意思 没有单方面付出的道理 对吧 所以这个孟子讲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老百姓 民为邦本 本故邦明 是吧 如果这个老百姓就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够怎么样 稳固 是吧 国家才能够稳固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尤其是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 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是吧 我们中国人 这个 是劳动时间 在世界上是排第一位的 我们一年工作的时间是1800多个小时 美国就不到1300个小时 我们一年比他们多5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是吧 我们这个像英美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 他的工资 所有的人的工资 不算你们 你们不挣钱的 像我这 所有挣工资的人的工资 在这个GDP当中的份额是占到55% 占到 占这个55% 这个西方发达国家 是吧 然后像那个什么新兴工业国家 包括这个拉丁美洲这些国家是占到38% 是吧 38% 西亚国家呢是占到25% 非洲是占到20% 中国是8% 是吧 中国是8% 所以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飞速增长 那么老百姓可能没有明确的赶到我的生活的 改善了 我感到就是我看不起病 我上不起学 我住不起房 是吧 让我们的经济年年代 两位数的增长 是吧 外汇储备都两万多亿美来了 是吧 富甲天下了 但是老百姓没有感觉到 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记住这句话 民为邦本 本故邦您 是吧 本故邦您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不明白那个 就是网上那帮愤青人整天嚷嚷的造航母 买这买那 这帮人吃什么长大的 是不是吃粮食长大的 是不是吃粮 还有那个造航母我捐钱 你都要把裤子都捐了 你别上街了 你这种人 出来丢人现眼 你造航母干什么 是吧 捕鱼好像用不着吧 用得着吗 打台湾用得着吗 跟美国够吗 就你造那航母 你能造几艘吗 美国的十万吨以上的航母就十一艘 你四万吨的造几艘 你准备跟他打仗 你造几艘 你造二十艘 你还是造两艘 造两艘 你不是把船吗 那么沉的东西 那么多钱的东西 造完了出去 让你凿沉了 合适吗 那钱不如用来干嘛 改善民生 一定要吸取 苏联帝国灭亡的教训 苏联帝国灭亡 光坦克就六万多了 原子弹能够把人类毁灭三十次 结果怎么样 完蛋了 对吧 亡国了 亡国了 是吧 老百姓不能吃原子弹火的 老百姓 开 不能开坦克上班的 对吧 没用 那种东西没有用 是吧 所以民为邦本 本故邦明 是吧 咱们先 第一步 咱先 我们不求要达到民主 我们先能做到什么 民本 就可以了 是吧 先能做到民本 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这个要考虑到这个这个百姓的这个诉求啊 百姓生活有需要 所以孟子的主张无疑在那个时代 甭管 甭说在那个时代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是非常伟大的 是吧 藏富于民 胜过藏富于国 中国的统治者可能 历史上的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的不太多 那除了那个像唐太宗啊 康熙大帝啊 这样的明君圣主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一般都认识不到 那都是连仓库不连百姓的主 那那么这个这个最后就是 身死国灭 全都这样的一个下场 那非常可怕 那非常可怕 是吧 所以这个孟子是 非常伟大的 是吧 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再有一个就是荀子 那就是这个韩非的老师 那 荀子 他提出人性恶 那人性本恶 那人性本恶 那这个是跟孟子的思想是完全 相反的 或者跟儒家思想相反 儒家一般来讲 认为人性什么 善 就这个就是麻烦了 这个大家就麻烦了 这个人性确实啊 刚生下的时候 也许无所谓 善还是恶 但是这个自私是人的天性 对吧 所以西方的文化 他伟大就伟大在 他承认人性恶 他认为人是恶的 所以他用各种明确的法律条文来限制恶人 不能怎么呀 作恶 对吧 他你不能作恶 你不能作恶 对吧 他这种这种这种东西其实是 咱们中国人相信人人都是好人 对吧 但是呢 实际上好人少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自古以来法律不完善 更多的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 这就很出问题了 是吧 你道德修养的东西你没法来 用这个什么来衡量啊 是吧 你没法衡量啊 是吧 你像西方国家的话 他在这个方面的话 他这个这个法律制度是相当相当的完备的 另外就他那个宗教 非常好 是吧 那基督教的认为人生还就是怎么样 有罪的嘛 那你这辈子你就得赎罪啊 是吧 你你你你你生来的罪还没赎清呢 然后你还贪污受贿 什么什么卖淫嫖娼 你还干这吧 那你不是罪越来越大了吗 对吧 所以人一生来就用敬畏的心 忏悔的心 赎罪的心 这样的人一定是好人 是吧 有约束力吗 是吧 有约束力吗 是吧 这人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是吧 你别作恶 是吧 你别作恶 是吧 人在做天在看 老天爷看着你呢 那你就知道了 我有敬畏之心 你别说我无神论 我不怕这吧 那都是封建迷信 是吧 我该贪污康 我该偷偷 我该抢抢 您这不叫无神论 是吧 你那就像将来这十八层地狱 最底层的那么好 就是是吧 永世不得超生 那太惨了 那那太惨了 是吧 所以这个人要相信因果报应 那要相信这个人 你作恶有果报的 那有果报的 是吧 这个是很可怕的 那这个寻子的这个思想 非常好 那非常好 那 再往下就是道家学派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庄子 他也没说怎么继承老子的学说 那庄子已经是半仙了 那他当时就修炼成半仙了 半仙 是吧 然后法家 法家 法家的极大成者 是韩非子 大家注意啊 法家 我们在这刚听说 是吧 就这刚讲 但是不是创始人是韩非呢 不是 那个商鞅就是 管仲就是法家 法家跟儒家比起来啊 对 对吧 这个 不择手段嘛 是吧 儒家 法先王 那法家应该怎么样 法后王 是吧 法家应该是法后王 是吧 然后 这个 儒家治国 强调什么治 仁治 是吧 仁治 或者说德治 是吧 老夫子不是讲吗 正者正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随令不从 对吧 那你做出榜样来 是吧 自然老百姓都跟随你 是吧 所以他实际上是强调一种 德治的东西 法家强调什么 法治 是吧 法家强调就是法治 言行库法 来维护他的 统治 是吧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的这个法治 大家注意啊 是哪个治呢 对吧 跟我们今天讲 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治 一样吗 不一样 对吧 西方国家的这个 就是说近代这个民主政治产生之后 是吧 西方国家强调了这个法治 它是一种什么 人人都应该遵守 从国王到 到这个这个这个 老百姓 是吧 所以你看欧洲的那些个 这个这个 王室啊 什么的 那个国王啊 他也要纳税啊 国王都得交税啊 是吧 每年的这个这个工资多少 也要交税 是吧 然后那个 国家一闹能源危机了 王室就带头 我不开车了 是吧 不开车了 荷兰女王 到现在每天自个儿 骑着自行车上超市 是吧 所以你进去 有的时候就说他们说 经常能看到吧 大街上一个白毛老太太 骑着自行车 是吧 骑着自行车 过着两边人都脱帽 给他鞠躬 是怎么回事 这是女王陛下 是吧 咱都晕过去呢 是吧 国王出来的什么样 是吧 金挂岳父朝天道 太天跟着 人家骑着自行车 是吧 也没人刺杀他 是吧 也没人刺杀他 也没人说我替他 我当国王 没人干错了 是吧 你当国王 你也天天上超市 是吧 你这何必呢 是吧 女王他自己上超市 买牛奶啊 买什么的 上千万欧元的人 就这样 是吧 上千万欧元 他得交税呢 是吧 他得交税呢 是吧 他的宫殿都得交房租 得给国家交房租啊 是吧 所以他跟平民 就没有区别嘛 这种制叫法制 而这个法制就制谁啊 制谁 老百姓 对吧 制定法律的人 不受法律限制 所以说白了 这种法制 其实还是什么制 就是人 人制 其实说白了 还是人制 是吧 还是人 人制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是吧 你看那个 那个评书里说 说皇上急了 推出武门斩首 那活法道 是吧 皇上不能随便 就把人推出去 斩首 你看清朝那个 皇帝一般想杀谁 都是 圣旨怎么写 交刑部延逸 是吧 就是也有法律 我们有法律 不是说皇上想杀谁 就杀谁 他该 他罪该不该死 是吧 你把皇上的那个 玛瑙碗给打了 皇上就把你杀了 这不行 我们也有法律 是吧 但是皇上就要杀你 我这玛瑙碗太喜欢了 你给打了 我就要杀你 那么比如说刑部判了一个 比如说刘放 那皇上提起朱笔一改 敢立决 听谁的 听谁的 当然听谁的 听皇上的了 对吧 你说是听大清律的 还是听皇上的 当然听皇上的了 大清律是皇上定的 他说改就改 对吧 那种法律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这种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不平等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他是有特权的这种法律 所以法家主张的实际上就是 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东西 再有呢 就是说 他一个是以法治国 是吧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第二一个呢 就是把君主的权力 提高到了极点 把君主的权力 提高到了极点 这个 韩非子啊 讲过这样的话 是吧 韩非子讲过这样的话 是吧 要在中央 孝在四方 圣人执要 四方来孝 能明白这什么意思吧 能明白吗 这古汉语啊 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 老师什么叫要 什么叫孝 我也不知道 要孝 要孝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你大概其能看懂的 意思就完了 那就他将这个强调 中央怎么样啊 中央要干嘛 集权嘛 对吧 中央集权嘛 圣人执要 四方来孝 周围要孝 忠于这个 中央嘛 那不是强调中央集权吗 强调中央集权 就迎合了当时 要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政权的趋势啊 大一统国家趋势 所以你想这个 韩非子的这样的主张 或者说这个 法家的这种思想 那么在当时 应该说是最怎么样 各国的同事者 都太喜欢了吧 韩非子太可爱了 提出这么一套高深的理论 尤其那会儿 兼并战争的需要 我哪那么多 跟你这 讲着道家无为 无为呢 我干什么劲 无为 儒家整天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 我往哪摆 小韩太可爱了 法治治谁 治老百姓 不治我 对吧 不治我 然后中央集权 圣人执要 四方来孝 所以这个法家思想 当时一下在各国 就被怎么样 推广开了 推广开了 底下那家就更惨了 墨家 那家墨的去 更惨了 他主张什么 兼爱非公 这个兼爱 那就是爱无差等 比孔子还进一步 是吧 都不是说这个 人者爱人的问题了 爱无差等 不承认人跟人之间 有等级的差别 是吧 什么国君的 这个诸侯 跟老百姓 都是平等的 都是平等的 国君也是人民公仆 就是这种主张 爱无差等 非公 不要干嘛 不要打这个 不义的战争 保家卫国的可以 是吧 那不义的不行 是吧 那你说像 像那个战国七雄 他要兼并其他国家 那在墨子看来 都是什么呀 不义战争吧 对吧 那你 你不想不能打这 另外呢 墨子还主张 上贤 从天子到诸侯 到各级官员 选举产生 是吧 那这是美国 这是 对吧 这是 两千年后的美国 选举产生 是吧 另外呢 这个墨子 因为他是手工业者出身 平民出身 非常反对当时中国的这个一种风气 就是后葬 他认为人死了之后 拿席子卷不卷吧 是吧 然后挖坑 刨坑一埋 OK了 是吧 反对后葬 所以墨子的主张是最不可能被痛制者的 接受了 坚爱 我跟他们都平伴 我跟药换花子 我天子跟他平伴了 你们俩论哥们 是吧 然后不能打仗 是吧 然后那个 我还得被选举产生 一不留神就选上他了 是吧 然后我死了之后 拿席子卷不卷就喂狗了 是吧 你想想这思想 那个这个 是吧 你看中国是 中国是一个盗墓事业 欣欣向荣的国家 对吧 这个很多文物大省 都有这么一句口号 要想富挖古墓 都是你口号 我这个前年去山西长治去讲学 然后他在那个矿上 一个子弟学校 校长陪着我吃饭 后来那校长跟我讲 是吧 说他们村 除了他们家 他们家 他的哥们 都是公务员 他的哥哥什么 都是公务员 他是中学校长 也是吃狂粮的 说除了他们家之外 所有的村里 所有的人家 全是盗墓的 都有人因为盗墓被判刑 或者被通缉 是吧 或者被 就每家你问吧 都有吧 他们家小六 他们家小三 他们家小五 是吧 都有 没有 没有一家 没有的 因为盗墓被通缉 或者判刑 或者判刑 那个地方 盗墓就是一个 一个产业 是吧 有管勘探的 然后有管挖掘的 然后有管销售的 这东西帮一抱 今天跑出来 第三天在香港 市场就卖了 是吧 就能卖了 为什么中国的盗墓 事业这么发达 就是中国人这种 后葬的传统 对吧 你看欧洲的国王 都葬在哪 教堂里 对吧 就一人一个坑 是吧 一人一个坑 所有的 祖宗多少代 都一个 就教堂 还地下室 是吧 地下室 可能个别功勋 特别大的 能够葬在地上一层 是吧 你看俄国历代沙皇 都在那个 彼得保罗要塞 那个教堂里埋的 比这个讲台多大不了多少 我看他玩 是吧 都一样 全都一样 就是闪不一样 那个大力石棺 上面画个十字架 然后刻上他的名字 俄文咱也不认的 拼不出来谁是谁 是吧 俄文字母咱也不认 都那么搁着 是吧 所以外国就没有干这儿的 是吧 你看埃及 全被盗了吗 是吧 欧洲就没人干这儿的 说洋人也没 是吧 洋人也没有被盗墓的 被抛关的 是吧 他就一身西装 你敢穿吗 是吧 是吧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 他就是你抛出来 是吧 盛京谁家没有啊 是吧 谁家没有啊 是吧 你看中国人一入葬 是吧 那都都都都都 就特特搞笑 就那年那个 老山汉墓 你们有印象吗 央视现场直播吗 是吧 播了一半 播不下去了 怎么着 到了 整个空了嘛 就就出土了 一个那个七案子 七七 那是因为那个 台死失用 盗墓贼 拿他台墓主人的尸体 把那墓主人 从棺材里拖出来 叭一追 是吧 一追 人家把东西全糊了走了 然后进去看 就剩这墓主人 底下这个七案子 复原了 现在在首都拨过馆哥 就出土了 这么一个玩意 你觉得一开始 还以为黄肠提凑啊 金铝玉衣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那墓主人都 都扔的地上 都成化石了 那显然不是本朝到的 对吧 那不定哪朝到的 没错 刚埋了就开始有人 去盗去了 开始有人盗去了 现在这个中国的盗墓 太厉害 十目九空 是吧 所有的重大考古发现 都是抢救性挖掘 是吧 要不是施工 或者盗墓贼先光临了 那咱赶紧再去 是吧 跟着追随着盗墓贼的足迹 就去了 是吧 都是这样 为什么就是 你这后葬的这种传统 这实际上是 不对的 那我们讲 慎中追远 誓死如生 心里怀念就完了 是吧 心里怀念就完了 没有必要 非得说 不是葬礼 弄得这么风光 实际上你 再怎么着 他知道吗 你这实际上 做给谁看的 活人看吧 跟那嚎 哭嚎 你看洋人在葬礼上 也很少有人哭泣 是吧 很庄严肃穆 咱们中国人葬礼往往伴了 让人觉得 就特别搞笑 让人觉得一场闹剧 是吧 然后 猪肉炖粉条子 是吧 然后放炮 然后请人唱大戏 你这是高兴呢 你还是 是吧 反正我不太理解 是吧 我真是不太理解 是吧 这种葬礼 我们老家的风俗 老太太去世了 女儿要给他做棉被 都是新棉被 段子面的 我记得我那会盖的被子 都是布面的 老太太盖的被子 都是段子面 一床一床 往棺材里填 做老太太搁不进去了 是吧 新被子 它软呢 你想想是吧 那膨胀的 是吧 农村的老太太 孩子又多 四五个闺女 都给他做被子 一床一床塞进去 有点老太太 活着的时候 盖过这被子 是吧 干嘛死了 这搁的地 让地下水给泡了 就那样 就那样 所以这个 这不好 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 都是好的 不是说都是 还是要批判性的继承 还是要批判性的继承 这是我们讲的 百家争鸣 这几位著名的 这个思想家 如莫道法 这四家 如莫道法 这四家 好了 思想家是 最重要的 那是引领一个民族 前进的 指路明灯 这个最重要 下边我们来看第二 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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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一般般了 我国发明了 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 叫什么 思南 思南 然后这个 这个先秦时候 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 和哈雷彗星的记录 鲁国的天文学家 发现了哈雷彗星 我们在世界上最早 记录了哈雷彗星 那他为什么叫哈雷彗星 没研究 对吧 你要研究完了 他应该叫鲁国彗星 对吧 或者用鲁国那科学家的 名字来命名 是吧 那他名叫哈雷彗星 就你光记录了 没有什么呀 研究 就中国的中国人 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对不能变成钱的东西 是不感兴趣的 对吧 我们中国的为什么这个工科发达 是吧 工科发达 中国没有理科 中国理科不行 理科行咋获不了诺奖啊 没有理科 只有什么科 工科 就具体操作 古代工科也很发达 要不我们怎么修都江燕 怎么弄那 工科很发达 但是 工科是生产 实践 不是这个科学 对吧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重视科学 那玩意儿他 不变不变钱 我知道哈雷彗星多少年来一回有屁用 谁买这个 对吧 谁买这个 我琢磨那塔怎么盖高点 这个能来钱吗 能来钱吗 是吧 所以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工科学校 不是理科 理科最好的是北大 是吧 清华工科最好 工科大学 是吧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 呃 斯南啊 这是这是一个 然后就是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多少年来一回 76年 76年来一回 上次来是84年 84年 是吧 你们算了下回来什么时候 60年吧 60年是50年 84年 啊 60年 是吧 60年 是吧 你们没准还能看见 是吧 你们没准还能看见 我肯定看不见了 是吧 我上次就没看 我不敢兴趣 因为我对自然科学从小都没兴趣 是吧 他们就能爬房顶上看见 是吧 我看那会儿呢 是吧 再给砸到 你们这 是吧 没准 是吧 然后这个 战国时候的时事星表 那战国时候的时事星表 是吧 60年你们没有问题 你们那时候有70吗 有吧 那会儿人寿命都长 活一百都不算什么了 是吧 其实现在 现在70岁算 算中年吗 是吧 过了70岁算老年呢 40到70是中年 你们属于婴儿 婴儿 是吧 我现在还青年呢 我差两年呢 是吧 过了40 才算中年 你看国家那什么 十大杰出青年的到45呢 是吧 十大杰出青年的到45呢 你现在 现在人寿命长了 不像那会儿 人活70古来西 现在西什么 活不到70是西 对吧 你们要有信心 你们要有信心 每个人至少奔着90 不然不完成任务 是吧 你们看看 看看18亿人口的中国 什么样 是吧 你看 活好啊 是吧 看看100亿人口的地球 什么样 是吧 多好玩啊 你那住住100层的公寓 是吧 坐一座六层高的公交车 是吧 多好 是吧 多好 那时候多好 好好活着吧 是吧 多好 是吧 那么美好的世界 是吧 还有就是这个石身边的这个石势星表 石势星表 底下就是文学 文学 这就更没什么可说 这要考 就是语文考 也不是咱们这个历史学和考 诗经 风雅颂 风是什么 国风是什么 民歌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什么 民歌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 通俗歌曲 通俗歌曲 那通俗歌曲 两大永恒的主题就是 生命与爱情 所以诗经里更多 其实唱的都是 这些东西 对吧 但是那个人家通俗 通俗 今天的流行歌曲 俗不通 是吧 光俗 不通 不通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 是通俗 风雅颂 雅呢 就是什么了 宋是祭点 雅就是后来 这种 对对 就是宫廷体 宋呢 就是那种什么 类似于什么 什么复兴之路 这种 东方红 这类似于这 宋 诗经基本都是几个字的 四个字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基本都是这 四个字的 楚词 就不一样了 对 谁发明的 虚颜 虚颜 去投降那个 是吧 然后这个 创造了一种 楚词 是吧 然后这个 代表作是 离骚 然后商朝出现 甲骨文 这都没什么可解释的 甲骨文知道吧 甲骨文 常用字是多少个 多少个 六千多个 对吧 还是三千多个 好几千个 好几千个 他是等于是今天汉字的直系祖先 但是是不是说汉字就那个时候才有 那肯定不是 那文字都是由不成熟到成熟 哪有一诞生就那么熟的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他肯定在甲骨文之前 有没有 有没有文字 有 但是什么样 不知道 知道你也不认的 说这个事你也破继不出来 肯定 肯定还有 肯定还有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甲骨文是 已知 现在最早的 中国文字 那就还有 未知的 还有更早的 应该是在这个 士族 是时代 应该有了 就是 姚舜宇之前应该有文字 应该有文字 没有破译出来 只不过 好了 到现在为止 先秦部分 我们就 讲完了 还是翻回到 那个 知识结构 你回去以后 要做的事情 第一步是干嘛 看什么 看知识 就看老师画的这些 对吧 你不是看老师 你不能光看我画这些 你每行都看 那看到我画的这个地方 你就 重点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 已经把你六本教材里边的 大段的东西都浓缩出来了 它本身就已经是浓缩了 咱们一画就浓缩都浓缩了 对吧 所以你 你这个做起码 你都应该看一看 看一看 然后你比如我画的那些重点 你就是有意识的记忆记 然后 你要想落实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对着这个知识 结构 明白这个意思吗 哎 滑了滑了 得动笔 听见没有 孩子们 一定要动笔 好脑子 不如烂笔头 千万别以为 这历史对着它向面 就能拿高分 是吧 那没有考考低分的了 能明白立刻吗 滑了滑了 是吧 现在咱都是用电脑打字的 提笔就忘字 是吧 那滑了滑了 你别会到最后 你那打卷 你写800个字 错了750 这没法给你分 是吧 没法给你分 是吧 所以这个滑了滑了 你明白 像这个西州的政治制度 分封制宗法制 你就要强想分封制 是吧 分封什么地儿啊 哪些人能够受封啊 是吧 然后受封的人有什么义务啊 这分封制有什么作用啊 你得琢磨琢磨这些东西 明白这意思吗 那一到这宗法制 你也得琢磨琢磨 什么是宗法制啊 为什么要搞宗法制啊 靠什么来维护分封制和宗法制啊 对吧 然后 第一那个农业 比如说什么工具啊 耕作技术啊 什么这个水利啊 类似于这个 是吧 手工业 商业 哎 你就得自己 在背完书的情况下 把这些东西往下 串一下 琢磨一下 听懂了吗 孩子们 哎 这样的话 你这书才算看的事 看进去了 那才算有用 那才算有用 然后 完成 今天发的这份 练习 今天发的这份练习 16道选择题 3道大题 45分钟之内完成 啊 就你拿回家去以后 45分钟之内完成 嗯 下次课带来 就礼拜一带来 能明白这意思吗 给大家给了一个周六日的时间 咱们第二份卷子 可能就不隔周六日了 隔不过周 这是给了一个周六日时间 是吧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从现在开始 你做的每一份练习 甭管是学校里老师留的 还是我留的 还是你外边别的什么 什么家教什么 给你留的 三个原则 B卷 现实 独立完成 三个原则 无论如何都要B卷 B卷完了 礼拜一老师一讲 16个选择 我错了14个 不要紧 万事开头难 但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是基础 明白吗 你错了14个 你才知道自己没掌握啊 你对着书做全做对了 我都会了 实际上你不会啊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你高三这一年 甭管什么样的考试 根本就没有必要 让学校给你们派监考 你蒙谁啊 对不对 高考牛 你牛 你作弊 那算你本人 你要么你现在就练本人 要么就练眼睛 是吧 你练眼睛 是吧 什么时候你把那墙上的蚊子看得跟鸽子那么大了 那行了 行了 是吧 那您就上考场吧 绝对没问题 是吧 那问题你哪知道你周围是谁啊 他没准还不如你呢 对吧 那没准还不如你呢 对吧 那你就是参加奥运会设计 你干这个 拿金牌也行 是吧 或者你到部队当狙击手 上什么伊拉克 什么这地儿 是吧 阿富汗 是吧 以色列 就这三国大量招募人手 对吧 你干这个也行 所以一定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 是吧 闭卷 现实 我说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你做俩中头都做对了也没用 因为高考的时候咱文宗一共才两个半小时 您这历史一份卷子做俩中头还来得及吧 独立完成 别跟人商量 我没看书 我给同学发短信 是吧 独立完成 是吧 而且我希望就是甭管是历史也好 任何一个学科也好 你要想做到闭卷 要是现实独立完成 就应该排除外切的一切干扰 明白意思吗 你屋里要有电话 你就把电话线拔了 把手机关上 是吧 把手机关上 是吧 你在屋里安安静静的做这个卷子 别让你妈一会儿送碗牛奶 一会儿送两份西伯来 对吧 考试的时候谁给你送西伯 对吧 谁给你送西伯 送你吃吗 那时候 你要有心情吃 你整个二百五 对不对 你想想是不是 所以你要是 你要把每一次练习都当做是考试 最后到高考 你就习以为常了 不就还这样了 对吧 就习以为常了 甚至 说那个什么点的话 你都不应该开空调 那高考考场上不给你开空调 对吧 一开空调 基督卡吹飞了算谁的 是吧 为什么给你提前一个月 由七月份考 改到六月份考了 就是因为那会儿不算太热 不过现在北京没这一说了 是吧 不这一说 他就不能开空调 一开空调 基督卡吹飞了 再踩脚印子 这算谁的 这算谁的 先考老师的担负不起这次 所以他不给你开空调 你得习惯 是吧 另外呢 最 最这个错误的 这个学习方法 就是听着音乐 听着MP4 然后 你要习惯了 在音乐环绕的环境当中 思考问题 你可就不会在安静的环境中 思考问题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到了考场 真正听见自己心跳唱 旁边那哥们一翻圈 能吓你一跳 是吧 能到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 你就不会思考了 大脑一片空白了 明白吗 所以你听我的 你说我一时做不到 慢慢做到 最终一定要做到 至少在七种考试以前 要进入到这个状态 是吧 因为从现在到七种考试 就是一个适应期 适应的越快的人 就越好 是吧 我06年在中学 带最后一波高三 那波孩子说句实在的 就是我觉得高三的 一定要让40多岁的女老师 做班主任 绝对能成功 是吧 跟她磨呗 是吧 我耗服你 是吧 我耗服你 是吧 这男老师不行 是吧 男老师不行 没信心 是吧 没耐心 是吧 没耐心 所以我做班主任的时候 这最后一波 是吧 我说句实在话 学术素养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那帮人 他不听我的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是吧 他不听我的 中午比如说 我要找谁来背书 进教室一看 俩仨人 三五个人 是吧 三五个人 别的人就不知道哪去了 不知道哪去了 假日有约 全走了 对吧 对吧 那也是成果 你甭说那也是成果 那也是我功德无量的一件事 对吧 功德无量 所以这个 全走了 那完蛋了 所以最后一考试 成绩他就不理想了 没有说天上掉馅饼 正好砸到你的事 那你甭考考 你摆彩票就得了 干脆 是吧 这么个意思 明白吗 所以这个 今天 你回去之后 要干这么 几件事 看书 然后对着这个 知识结构 把知识要点重复 然后要做 练习 是吧 礼拜六 礼拜日 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 然后咱们要 礼拜一 就要讲这份卷子 听着 我没有什么 这个强制执行的能力 是吧 我只能呼吁 听不听在你 你的老师也没有 强制执行的能力 还能把你关起来吗 对吧 你不听话能怎么着 反正是 在你 但是我 我最起码希望大家一点 礼拜一这个卷子 给我带来 听见没有 你们这一百多号人 是吧 礼拜一我问 卷子做了吗 是吧 做了吗 是吧 有的孩子刚发 今天刚发 我把卷子拿出来 没带 我说有 是吧 辛苦您了 搬到那儿 送回家一趟 是吧 刚发 那卷子刚发 那班主任老师 一进门发的 然后我讲了半堂课 上下半堂课 我说把卷子拿出来 咱做 他在别干 没带 我说您真辛苦 没看见你动定 人家送回家去了 了不起 特意功能 是吧 一念 一想 那卷子就回家了 是吧 回家了 这种人 遇到这样的同学 你跟他多结交 是吧 他一想 那高考卷子 他就来了 来人答案 是吧 那你就 认识这种高人 你还考什么 对吧 所以我就说 最起码把礼拜一 你们带来 听见没有 是吧 你做不做的 你带来 那最起码选择题 你应该做吧 是吧 你也别大提 看着我不会吧 是吧 你看看 是吧 练一练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